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习如何提升剑步走的上坡技巧。 剑步走上坡是有难度的,因为需要花相当大的力气。 但是,正确的上坡技巧能够帮助您在上坡时既不放慢速度也不会太过疲劳。 我们会向您展示两个提升技巧。 改善呼吸的技巧。 改善双臂的摆动动作。 首先,改善呼吸技巧。 为了能够更好的呼吸,请始终保持上半身挺直,这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这样不会压迫您的横格膜,同时充分地打开了您的胸腔。 另外,改善您的身体姿势能够防止差气。 呼吸时请更加用力做深呼吸,将肺部的气体尽量全部排出去。 同时,加快呼吸的频率,您花了更多的力气上坡,身体因此需要更多的供养。 接下来是改善双臂的摆动。 这里有两个技巧。 第一是提高摆动的频率。 第二是加大摆动的幅度。 如果您选择提高摆动的频率,您的手臂要始终保持90度弯曲,这样您自然会加快脚步。 如果你选择加大摆动的幅度,您需要打开您的双臂,让它更加灵活地摆动,这样您的步法就会拉长。 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技巧,还可以在剑步走的过程中更换使用技巧。 现在您就学会了提升剑步走上坡的技巧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